比較有問題就是這個 這個scan後面有個next in next in就是讀一個字的意思 一個數字 next line就是讀一整行進去的意思 那為什麼要讀一整行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print line 這邊也是print line 所以會多換行的符號 如果說多一組的話 如果說我沒有把那一組半行符號 把它讀取掉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正確的輸入資料 所以這一行主要是在解決輸入的問題 會多一個換行的這個部分 那再來同學比較問你這個sprint sprint的部分實際上就是 因為我讀進來的東西 我輸入的時候是1.2.3 那我今天呢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字串 可是我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我要把它變成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呢就是中間是分格嘛 所以如果今天中間是分格空白的話 我就可以用sprint 然後呢後面加上什麼呢 一個空白 這個是一個空白 然後這個空白呢 意思就是分格符號 將來他會幫我們把他去掉 直接幫我把一個字串變成一個字串陣列 字串變字串陣列 所以其實要了解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有要放上去 他也會告訴我們 我們給他一個字串 有沒有一個字串 然後他給我什麼呢 一個字串陣列 字串後面加一個中瓜 就是給什麼 輸出什麼 那實際上方法主要就是說我給他什麼 他給我什麼 就是那中間至於怎麼做的 並不是我們主要可以看得到 因為他的sources沒有公開的話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寫的 OK 那這個是sprint 也就是說給他一個 一個字串後面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是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一個物件 後面加一個方法 我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將來呢 你們在處理大量資料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從database裡面 讀進來 他可能database 或者XML檔 讀進來 或者從什麼一個 一個test file 有些文字檔裡面 他也會有分格符號 那你這個就可以很快的變成正列 很快變成正列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大量的處理 比如說各位也可以配合有沒有 那個昨天講那個 音檢的那個單字嘛 本來我們是把它直接就放在正列裡面 可是一般人不太會這樣 一般會放在資料庫 或者是放在一個test file 一個檔案裡面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外部 把它讀進來之後 就可以丟進這一行就很好用了 就這一行 就可以把檔案 外部檔案資料 或者外部資料庫的資料 快速變成一個內部的正列 就可以這樣做了 那讀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那同學比較會有問題 大部分就是把自串 變成一個自串正列這個部分 那之後呢 再來就是把它再讀到二維正列 這個二維正列同學也比較容易confuse 那實際上這個二維正列呢 假如說我們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兩籃 兩列三籃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這個二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0跟1哦 因為呢 它的長度是2 可是它的所影值是從0開始 這個問題哦 發現很多同學都容易搞混 對 那有2啊 可是為什麼你到1就沒有了 因為所影值 它就是從1開始啊 就容易很很容易confuse 很容易因為這樣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你只要記得長度 一定是加1啊 一定是多1啊 那所影值從0開始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Java 為什麼不把它改成一字 乾脆所影值從1開始就好 那你可能要 問Oracle 看有沒有後續的版本改一下 這樣子 符合大家寫作的習慣 所以也OK 那有沒有可能改變呢 其實可能比較難 因為太多Java工程師 那但是也不可能 不一定沒有不可能 因為像那個我們前一陣 前前期上就不是有個那個 Switch case Switch case那個嘛 以往是不能夠用那個自傳的啊 就突然間變成可以變成自傳 那說真的那對於早期工程師也沒有辦法接 不過也許慢慢的啦 那你如果說知道的話 記得就是它的所影值是從0開始 照1 那這樣的話有幾個 有兩個 所以呢 這邊2 那3的話是0 1 2 那也就是說它組成將來是0 會有0,0,0,1,0,2這樣 所以我們0,0就放什麼?放1 0,1就放2 0,2就放3 那在I圍圈會再加1對不對? 加1之後的話就是1,1,1就放4 然後跟這一樣1,0放4 1,1就放5 然後1,2就放6 0,1,5 那1,5 方法 1,5 那當然同學如果覺得2圍正列實在太難懂的話 也可以自行把它改成1圍正列看看 那如果說你連2圍正列都覺得很很難懂的話 更不要說還有3圍正列 3圍正列 3圍正列當然處理起來更複雜 所以这里我想比较容易混淆的部分 我再会做个解释 OK,把画面再帮你录一下